现在得到这个机会 我希望我能用我的作品 打动各位导师 因为我真的很想再赢一句 加油 期待 加油 我们本身的编舞师 其实大家都不太会 freestyle battle 所以这个机会 其实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很宝贵的 准备到开启 3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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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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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跟他也有接触过 是哦 几年前的时候在开奖的时候 他上来跟我跳了一段舞蹈 但我觉得他这一次进步了更多了 经过了几年的时间 我其实有跟他接触过 刚好在L.A. Pasadena World of Dance World of Dance那边 然后他刚好在 所以他其实一直很努力地在学 跑到各个地方去练 好 我们还是要评断出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机会进行到下一轮呢 3 2 1 1 2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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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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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少了一种冲击感 好 请问你要选择的是 Core Out还是Battle Core Out Core Out 编舞师大多数可能选择Core Out 因为我们平时不生活在 这个战斗的环境里面 而且我们的音乐都是自己剪过的 就可能相对来说更安全 Core Out的作品风险很大 如果你 你跳的如果不契合这个歌的感觉 你技术再多也没用 好 有没有人不服 好 好 好 Fran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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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出来了 同一队的 也都有些我选的 Franck Franck 两个Urban 对杠上 Franck本身就那么厉害 那么会跳 跳那个最长的 又少了一个对手 这一轮的赛制 对要Core Out的人太难了 这支舞是一个人 花了很多时间编下来的 你要用一分钟听他们的歌 打败他们 对个编舞师来说 这是特别难 而且就有点紧张 因为那个音乐很快很碎 而且不太属于 Franck的风格 准备 准备 3 2 1 1 1 2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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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 二 一 我觉得在场没有一个哪怕是跳跳舞的 就没有人能比得过他 很可惜 很难过了 因为胡博文其实如果觉得 如果不是Franklin 如果是其他的人 他搞不好 就会过关 好 有请下一位 我的隔了这么久的时间 终于轮到我的人了 感受一下我的第一位 好 很厉害 第一位 你好 我的名字叫Sammy 大家好 你好 马上开始 可以 喜欢 好 直接来 干脆利落 当时我选他的时候 的确有些人说 为什么选他 我说你们不对 看舞者的作品 不是因为有大招才是厉害的 你先看他的基本功 以及他表现的是很内敛的东西的作品 其实是最难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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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我发现每次选的都很特别 很厉害 你看他动作非常地流畅 很轻 而且很吃力 他那个动作虽然很流 但是非常吃力 我相信其他老师一定就给他动过了 没问题的 好了 到底他有没有机会进行到下一轮了 三 二 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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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嗚嗚